今天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参与 因为其实我大概就是跟老师们真想做听法定层 资讯融入然后数学教学跟学习的一个经验分享 因为其实我大概接触电子版本研究一点多 然后那个虚拟焦距其实有一直在使用 因为我一直推荐那个虚拟焦距真的比 虚拟焦距它是一个软体 电子版本它是一个硬体 那这个硬体其实它就是提供给老师们另外一个工具 它还是亮黑板 因为黑板就是黑板 它还是亮 它就是多了一项功能比较学的那些东西而已 可是它还是它就等于是黑板 我觉得它就是等于黑板的功能 所以可以的白白还有它的好处 今天跟老师们分享 那其实老师你可以揭取它的优点 然后我们曾说 对啊我们也可以这样尝试来多看 因为当你没有尝试你就永远也觉得 这个没什么好处 可是当你去尝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事实上这里也有一些好的东西 好所以我一直一直觉得很很 就是说感觉我比较幸运的地方就是 我好像都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新的东西 那我是不怀疵 所以要说像电子白板对我来讲 我觉得它是自己的工具 然后呢我就会觉得有这么新的工具 干啥怎么不来试试看呢 那我试过了我也会希望其他老师也来尝试一下 但是我绝对不会说电子白板它就是最好的 不会 就好像我们应该是有百般的武艺 我们有电子白板有虚拟家具 我们有数学会我们有很多的东西 好当我们收集这么多的资讯 跟材料的时候 那等到我现在好像这个单元 我发现长度我可以教学 我可以利用那个资讯里头的那个电子 就是我可以秀那些图片 或者是秀那个网站的东西的时候 我干嘛不用呢 我就把那个播放的长寿品拿来用啊 那我现在要交那个两角器了对不对 那我知道了虚拟教具里面有一个两角器很好用 我就把你的元件拿出来用 当我觉得我交重量了 那个教具的秤子都不好用 没关系 我就去虚拟教具来接取 那就像我说 那个我们的电子白板有元件 哪一个最好用呢 360度的两角器最好用 那个也蛮很重 所以当你拥有很多很多的资讯的时候 拥有很多很多的资源的时候 您就可以做举例子 那这是我今天分享最大的动作在这里 就说其实有可能也收集了很多很多可以用的东西 但是我绝对不会鼓励老师说 我只贴用某一种 绝对不可能 因为每一个教材每一个单元都有它适用的东西 比如说你在教刚开始的计算的时候 你可能真的要有些助理物来操作 那你可能要用吸管来测试 可是慢慢的你会发现我有更好的东西的时候 所以你就可以替代 毕竟学生的学习 尤其数学 他总是觉得具体操作开始 然后一直才慢慢进化到 他的后向的概念 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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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